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都会骂声不断 诚然 可以理解 一个公众人物 离过两次婚 留下两个孩子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都是不容易让人接受 何况是王妃这种天后级人物 所以很多人说 王妃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特别是和西廷峰附合在一起 不管自己得了 吐春的女儿李烟 但是桃泽妹相信 妈妈是爱自己的孩子 这是亘古不变的 所以王妃的内心 其实我们是看不透的 今天我们不说王妃 平时是这么照顾李烟 就来说 说王妃为什么会离婚 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据说王妃和窦维 谈恋爱的时候 本身自己就陷入了一段三角恋 不过后来王妃还是选择和窦维结婚 结婚后的某一天 王妃带着好姐妹纳英回家里玩 看见老公窦维和自己的摄影师在床上 为此 1999年王妃选择离婚 独自带着女儿抖镜头 而在2002年窦维和这个摄影师结婚 无奈后来还是没能在一起 离婚了 说完了窦维和王妃 明星可以看出 王妃是处于弱势群体的那一方 现在再来看看王妃和李亚鹏的婚姻故事 大家对李亚鹏的认识 是那种比较传统 中规中矩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这么一个人 后来李亚鹏在媒体面前过于高调 王妃又一次选择了离婚 晕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必记码合照韩剧 晕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燕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灵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IG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IG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报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椅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晕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码合照韩剧 晕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燕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灵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 一个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胎前 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曝老婆 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衣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昀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马合照韩剧 昀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议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性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 是坐在一起 昀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他在Instagram Egg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Egg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他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台前 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他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抱老婆 生完男男第三日 他就帮老婆推着书椅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